高雄各大菜市場出入口 現在都有遠景站崗 高雄出動上千人 大批警力全灑出 到每個菜市場 盯好分流制度 會謹慎 會謹慎 不會謹慎 你跟公司一樣 還是不會謹慎 拿出身分證檢查 最後一碼數字 再拿出手機掃QR扣 門口有人把關 其他出入口拉上封鎖線 桌椅全部拿出來擋 民眾買個菜 現在要通過兩道關卡 讓不少富人和攤商抱怨 誤告麻煩 不只警察 連副市長也到蔡市長 甚至青年局長也出動 幫忙防疫勤務 有人覺得怪怪的 買菜好像被監視 但也有人覺得遠景辛苦了 高雄跟進基隆 領先疫情更嚴重的雙北 總共41處公有傳統市場 採取實煉制 加上身分證尾數分流 但市場入口多 本來就難以防止 卻讓遠景變成行動監視器 警察市場抓違規民眾 也難怪賣菜的婆婆媽媽 覺得不自在 記得送沛城黃市營 SNG小組 高雄報導 賺賺賺賺賺賺賢 及雪市場 市場 眾方